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和我一样 今天都在关注委内瑞拉的局势 这方面的报道、新闻非常的多 我就不详谈了 毕竟我不是媒体人,也不是时事评论员 我只是想简短的叙述一下 委内瑞拉的政治冲突 它的由来、它的历程 然后再从方法论的角度 主要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谈一谈 委内瑞拉的这个街头运动 或者叫做街头革命 它的德与诗 以便今后我们中国的街头革命爆发之后 有哪些地方 我们应当借鉴的有哪些地方 他们的失败之处、他们的不足之处 我们应当避免的 那委内瑞拉的是一个典型的 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失败的这么一个国家 那他以前呢 有一个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总统社会 就是左派的极左派的一个总统 叫做查维斯 他上台之后啊 他搞了很多这个会民的措施 但是他这个会民呢 不是长久的会民 而是把国家的钱大量的浪费 浪费在一些不需要的福利 浪费在一些极左派的这个极左倾向的这一些政策上面 老百姓呢 暂时的得到了一些好处 大家普通的大多数人呢 尤其是在一个这个民主制度还不成熟的这样的一些国家呀 老百姓没有政治经验的 他得到一点小恩小惠啊 就感恩戴德 就对这个总统啊 就把他示弱这个亲身的父亲 所以那个人查维斯在世的时候 他名望是非常的高的 那这样子呢 他就通过这种民粹主义的办法 在那个国家奠定了 左派社会主义政党在那个国家的一个执政的基础 那么他呢 是2013年呢 逝世的啊 得了癌症 去世了 那么他就指定了一个接班人 叫做马杜罗 就是现任的总统 那个马杜罗呢 从13年啊 就上台当总统 一届总统是六年 那么今年呢 一月份 那就是前前几天 他又这个宣誓就任第二任的总统 查维斯啊 他使得真是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那一套做法 实际上呢 是把委内瑞拉的这个经济啊 是彻底的搞垮了 当以前的委内瑞拉这个国际石油市场啊 石油价格非常高的时候 委内瑞拉呀 大把大把的赚钱 那个时候他就有能力支付的 他那些非常不切实际的那些左派的政策 但是呢 后来石油价格跌下去 而且跌下去了 老是不回来 所以说他那个国家很快就破产了 现在破产了之后怎么办呢 就跟中国政府一样 印钱呢 不停的印钱 比中国政府印的还要多 因为他那个亏空太大了 所以造成了这个通货膨胀啊 一倍的高涨 最后失控了 现在跟2013年相比 现在的这个通货膨胀率啊 差不多达到1000倍了 就是这么厉害 当年呢 一块钱买的东西 现在要1000块钱 才能买得到了 那么最后造成了 咱们各经济的一个崩溃 大崩溃 甚至是啊 在一个当时啊 在委内瑞拉算是一个中等富裕的国家 人均的这个GDP啊 是16000多美金 但是呢 经过这几年的这个经济一崩溃啊 现在啊 就形成了一个饥荒的局面 维内瑞拉 据说有80%的人 在这过去的这个五年当中啊 他们的平均体重啊 降低了7公斤 饿肚子了 很多人呢 是在玩街都是在找垃圾食物吃的 还有300万人逃离了这个国家 成为啊 经济难民 这是非常非常啊 令人痛心的一件事情 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社会主义 败坏国家 摧毁一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维内瑞拉那个地方啊 真是美丽富饶的地方 什么样的资源都有 国土有大 人口又不算多 大概国土面积有90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台湾 我们这个台湾的 几十倍 二十几倍 但是他的人口呢 跟台湾呢 相差五几 差不多 比台湾人口稍微多一点点 而且他还有石油 还有其他的好多的资源 还有原始森林 什么都有 但是呢 你遇到一个不好的执政党 一个不好的执政者 一个胡作非为的 败家子的一个政权 那么很快 老百姓呢 就饿肚子了 当然了 马杜罗上台之后啊 这个经济啊 就一泻千里 从这个13年到现在 这六年时间 所以他这个面对的老百姓呢 这个不满 就在逐渐的增长 逐渐的增长 到2014年的时候啊 就开始爆发了大规模的 这个老百姓的抗议 经济不好了 大家饿肚子了 当然会走上街头 去表达不满 表达抗议 那么2017年呢 又爆发了一次规模 非常大的 这样一个全国性的抗议 但是呢 居然都让马杜罗给摆平了 什么原因 我们等会儿再谈啊 2018年 现在啊 马杜罗就任第二任 另外一个任期六年的这个总统 是就在前几天 反对派 老百姓 反对他的老百姓 现在再也控制不住了 现在又全面上街了 今天1月23号 几十万人在首都 我们就看得见啊 加拉加斯 就至少有几十万人 走上街头来抗议 这个抗议呢 其中啊 这个有一个啊 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领导者 这个反对派的一个 这个新站出来的一个领导者 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政客 叫做瓜伊多 他是这个 韦勒威尼拉的议会的一个 刚刚选出来的一个议长 这次抗议啊 是由他来领导的 他在这个抗议集会当中啊 就宣布他自己啊 这个上任代总统 他说根据宪法 在国家这个危难的时候啊 是这个议会的议长有权力 把总统给废除 然后宣布自己啊 作为临时的总统 然后号召举行啊 新的公平的选举 所以这件事情呢 现在还正在进行之中 结果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到底向哪一个方向走 我们最后的这个 这个是否这个街头革命 能否成功 现在啊 还言之过草 什么时候成功 我们还言之过着 成功是肯定的啊 将来所有的这些啊 这个 比较专制的 威权主义的政权 或者是很腐败的这种政权 或者是把这个国家经济 这个完全摧毁的这种政权 最后的失败 那一定是肯定的 只不过是看这个失败 那他也会经过多长时间 革命会啊 持续多长时间 会人民会付出多大的代价 如果是做得好的话 那么人民付出的代价就小 革命的时间就短 如果是反对派操作不得当 那么这个革命的时间就长 人民付出的代价 经历的痛苦就多 所以说啊 这就是一个革命者的 一个反对派的责任 就是要把这个革命的过程说短 把人民的这个代价减小 大家都知道 民主宪政 这是一个世界潮流 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 是谁都挡不住的 只不过是啊 我们我们的责任 是让这个历史潮流啊 顺利的通过 委内瑞拉同样也是如此 那我现在相信呢 很多人跟我一样 有这么一个疑问 就是说这个政权呢 他已经把这个国家经济 搞到这样的地步 把一个富裕的国家 中等富裕的国家 人均这个GDP 一万六千美金的 一个资源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搞成了大家在饿肚子的 搞成一个这个贫困国家 这样的政府 他居然 这个总统居然还能够 在民众的抗议声中 顶住六年 居然还能够连任总统 这到底是原因何在呢 那其中有一个原因 当然是他得到了一些 流氓政权的支持 比如像什么俄罗斯 伊朗 古巴 当然了 也少不了中共 这些流氓政权的支持 就中共一个政权 在委内瑞拉大撒币 就撒了五百多亿美金 对他这个政权呢 起到了非常大的 这种输血的作用 但是呢 这只是外淫 主淫呢 还是在委内瑞拉的国内 也并不是说啊 因为这个马杜罗啊 这是现任这个总统 他有多高的政治手腕 大家看他这个相貌 就看得出来 这不是一个聪明人呢 就是属于那种啊 跟习近平特别相似的 包子似的 这种人物 他从他过去的执政看起来 他不仅仅是在治理国家上面 没有什么一套 在搞政治上面呢 也是属于简单粗暴内型的 可能绝对不会比习近平呢 更聪明 他为什么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呢 还得从反对派身上找原因 因为这个反对派 委内瑞拉的反对派 过去太不给力 现在按我的看法 也是很一般 所以说啊 这场革命 到底持续 要持续多长时间 现在还是未知之数 所以说啊 现在马杜罗 他为什么还没有倒台 在一个反对派 如果是有中等的 这种操作水准的 政治操作水准 街头革命的 这个操作水准的 那种国家 这种政权 早就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那么他们失败 失败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反对派啊 就是过去啊 他们首先是这个领导者 一般的来讲呢 都是那些啊 政客型的领导者 反对派 一个街头革命呢 是由政客型的这种政治人物啊 来领导的 他们呢 善于搞议会斗争 善于啊 在议会里面呢 这个争夺职位 但是呢 街头革命 那是另外的 那是完全不同的 一个战略战术 这些人呢 并不是很了解 第二个呢 是反对派太分散 那他们呢 这个不能够联合起来 而他们呢 又不能够啊 这个形成一种分境合机的局面 所以大家看一看这个 查一查啊 委内瑞拉的反对党啊 都有非常多 非常多 而这些反对党相互之间呢 不能够联合到一起 过去的那些抗争当中啊 大家都各搞各的 但是呢 不仅仅是不能够 分境合机 可能有时候啊 他们大家的步伐呀 还完全不一致 这样子呢 就被马杜罗啊 就可以啊 分化 瓦解 分而自之 最后就被 压下去了 那一直到现在 现在呢 终于出了一个 新的 这个 反对马杜罗的 这种 街头运动的一个领袖 当然这个人呢 他也是在议会里面出来的 就是议会的这个议长 他呢 有一个才干 就是说他能把反对派啊 能够联合到一起 在议会里面的那些不同的政党 能够联合到一起 这是他的一个才干 所以说这一次的 这一次的这个 街头集会啊 算是 规模最大的一次 但是 这个人呢 从现在的 他的这个作为看起来 也并不是啊 真正的 这个 非常 素质非常好的 那种革命领袖式的人物 长得到还是 挺帅的啊 还有点风度 但是呢 革命呢 搞革命 光帅没用 光有风度没用 关键是 关键是有魄力 有办法 有担当 这个人呢 一上来啊 做的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啊 他 马上宣布啊 这个就任 临时总统 待任总统 这样子呢 这有个好处 他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说把老百姓呢 把这个反对派啊 和这个政权 当权者啊 他们这个对立 这一下子就建立起来了 两个阵营 现在一下子就形成了 他竖起了一个大旗 这个大旗啊 在老百姓啊 都已经啊 这个公开的 在反对 这个宪政权的时候 竖起一个大旗 巨拢民心 这个是有作用的 现在啊 这个时机也差不多 啊 稍嫌早了一点 但是也差不多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他的问题主要是在哪里呢 是在啊 这个 街头运动 对街头运动的 这些方法 这些节奏啊 掌握的不准 他是这个 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之后啊 很快 他就消失了 消失的原因呢 据说是他 这个安全部队要逮捕他 那这就是非常错的一招 你既然已经啊 领导的几十万人走上了街头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 街头就是战场 你这个主帅啊 就绝对不能离开战场 绝对不能 那个街头的民众啊 就是你的军队 你这个时候 绝对不能够离开你的军队 一定要在那个地方扎营 要把那个地方啊 变成一个抗争的 这个大本营 总指挥部 而让全国各地的所有的人 都来关注这个地方 就连我们八九年呢 这些学生 都知道有这么一个道理 大家占领天安门了 就再也不撤了 而这个 反对派的这个领袖啊 居然啊 就躲起来了 好几个小时见不到人影 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这个 反对派的这个士气 肯定不可避免的 这就要受到影响啊 搞革命呢 是不能够这么搞的 这个时候 他就应当一直坚持在那里 应当啊 让全国各地的人呢 都带着帐篷来 跟他一起来 大家再想一想 在茉莉花革命 2011年埃及茉莉花革命的 这个过程当中 是这么做的吗 不是啊 那些抗争者 那一旦占领了那个 埃及首都的那个 政治中心啊 解放广场 那就再也不离开了 所有的人都在那里 抗争的领袖 也在那个地方聚集 占领那个地方 掌握那个地方 不管付出任何代价 也都要 一定要扛住 当年叶里钦 在这个莫斯科的广场上面 他没有怕这个 这个安全部队啊 去把他枪杀 或者把他逮捕啊 他是面着面对着这个 当年的这个阿尔法部队的这个 狙击手的枪弹 他跳上一辆坦克 号召全俄罗斯的人 都来一起来支持他 这才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 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家的作为 而这个年轻人啊 这位啊 这个委内瑞拉的反对派的领袖 才35岁 这位年轻人呢 显然在这方面功力还差得很很远 那然后呢 再从这个战略战术上面说啊 搞街头革命呢 首先 这是一场啊 宣传战 是一场政治战 你要造势啊 那么造势靠什么呢 那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操作方法 比如说 街头造势啊 你要让人群呢 要一起来 来了之后 大家四面八方 来了之后啊 你要让他形成一个共同体的感觉 因为大家啊 都是啊 这个相互之间不认识的 虽然临时聚到一起了 但是心理上面还是分散的 大家还是一盘散沙 还是乌合之众 首先 你要把大家 要形成一个共同体 告诉大家 我们呢 就是一支军队 是政治战的军队 所以这个时候啊 统一的旗帜 统一的服装 如果统一服装很困难的话 这样 在这个 委内瑞丹那么穷的地方 现在啊 那么 你至少是每个人呢 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志 比如说 你像我们八九年的时候 那些这个 绝师的学生 广场上抗争的学生 每个人头上啊 绑一根白布条 这也是一个统一的标志啊 让大家看起来 这个 有了意见了 这个制服 革命军的制服 这也是在政治革命当中 街头革命当中 也是必须的 那么 大家就 心理上就有一个认同了 那 当我们大家走出去的时候 到其他的新的地方 去进行动员的时候 那么大家也都很快的 就认识我们了 所以说 这个街头革命 为什么也叫颜色革命呢 也就是这么来的 就是 大家用一个 统一的一个颜色 那 然后啊 这个形成我们呢 这个把这个反对派啊 聚合在一起 让反对派形成一个 这个统一的 队伍 统一的阵营 那在乌克兰的那个时候 那 他们叫做 橙色革命 因为大家都用 橙色的 这种啊 这个服装啊 这个 那 一起来上街 那么在菲律宾 86年的 革命的时候 叫做黄色革命 因为大家都穿那个黄色的那种啊 汉衫 来祭奈 他们被杀死的那个前领袖 克拉松 那么中国将来呢 一旦要革命了 我相信呢 我希望啊 将来啊 是一场蓝色革命 啊 因为蓝色呢 是代表啊 这个清洁的这个天空 代表啊 清洁的这个大地 那同时呢 也代表政治上的清明 同时蓝色 也是我们呢 这个 第一个 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就是中华民国啊 他诞生的那种 那个颜色 中华民国的 这个 首创者 就是首创的 这个这些团队 就是叫同盟会 而同盟会呢 他的旗帜 就是啊 这个青天白日旗 那个青天啊 我们是 还是要保存的 将来是不是恢复民国 我们 这个是大家 可以探讨的 但是那个 蓝色 我们是要继承下来的 我们呢 要反对中共的红色 我们要用自己的蓝色 来主导那场革命 这次委内瑞拉呢 在这方面 大家去查一查 那个现在网上面的 看见那些集会的那些照片 那些视频 大家就看出来 非常的不给力 在这方面呢 非常不行 第二个呢 是没有很好的 这个旗帜 口号 标语 大家就是上街了 就是大家自己啊 空着双手就上街了 那么 我们看就看不见了 大量的标语 实际上啊 在委内瑞拉那种情况下呀 这个标语是特别好设计的 你比如说大家现在都在饿肚子 大家穷着要死 这个时候啊 你就是说我们要生存 孩子要吃奶 要吃奶粉 这些口号啊 这些标语啊 都是非常能够打动人心的 都是对对手 对马杜罗那个政权的 这个控诉的作用 攻击的作用 是非常强的 而会激起更多的老百姓 他们的愤怒 他们的这个同感 对扩大自己的阵营 是非常有好处的 但是居然就没有 而这个反对党的领袖啊 反对派的领袖 这个瓜伊多 他在这个集会上面 他演讲 他提出来的口号是什么呢 他是模仿了 当年那个奥巴马 在美国演讲的那句口号 叫做 YES WE CAN 就是说啊 对的 我们可以 这个啊 你在美国那种啊 这个 竞选当中 你当然可以用 都不算是最好的了 说实在的 但是你在一个革命的大场合当中啊 你怎么能用这么软 啪啪的 软弱无力的词句 来作为这场革命的口号呢 这是绝对不行的 这是绝对不行的 什么我们呢 我们可以啊 我们能够啊 这种啊 是绝对不行 口号一定要有攻击性 一定要啊 这个 有千军之力 有这种感觉才行 那标语呢 也没有 口号也没有 那么这个革命呢 它的冲击力就小了 它的这个 对对手的打击力度 和对啊 民众的这种 后召的力度 感召 对军队的这种感召的力度 那就小了很多 所以这方面 也是不及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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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在第三个方面 方面呢 是在组织的方面 街头的人群那么多 啊 这个时候啊 是一个啊 形成组织的 一个啊 非常好的时机 那这方面呢 这个 反对派的这些领袖人物啊 也基本上是无所作为 街头革命 不是说啊 让老百姓在街头站一站 然后啊 发泄一通情绪 然后各自回家 这个政权就能够垮的 不是的 是你啊 要形成一个庞大的 强大的政治阵营 那么这个政治阵营怎么形成呢 就是要把那些分散的人群 那些啊 这个分散的反抗者 要把他们 纳入一个架构之中 有了进了这一个架构 大家才能够统一的行动 大家互相啊 联系起来了 然后啊 信息才能有效的传递命令 才能有效的传递 有效的下达 然后呢 这个意见才能够啊 有效的综合起来 形成一个共识 没有这样的组织 人群就是乌合之重 来的快 去的也快 所以说他这个政府啊 只要经受了那一券 这个一次性的打击 疼一下 然后你退回去了 他又可以再坚持一年两年 他又可以啊 继续为非作歹 危害国家一年两年 所以这种搞法 这个 这种 不讲究组织化的这种做法 那是外行的做法 所以 现在的这个 委内瑞拉的这个革命呢 现在还在进行之中 希望啊 他们啊 能够有所改进 希望他们呢 能够尽快的 结束这场革命 尽快的 结束这个极左派的 无能 贪腐 这样的 马杜罗政权 也希望 我们呢 中国的 所有的反对派人士 那我们观察 我们这个 借鉴 每一场 世界上发生的 每一场革命 我们从中啊 得到经验教训 我们将来 中国革命的时候 爆发革命的时候啊 我们就有更多的 更多的办法 更好的战略战术 能够把我们的历史使命呢 顺利的完成 好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